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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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来到10月3日星期四 欢迎收听今天的ETI 直击 我是Irene 和阿姨 今早有索罗门集团投资及ESG 亚太区总监王耀中Andy 为打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Andy 早晨大家好 上次见你的市场已经很不一样了 近期可以说用疯狂来形容港股 尤其是A股放假 资金更加集中流入港股 昨天升了过千点 外围中国股指数昨天升了近5% 但看到恒指夜期都波动 一度跌了超过300点 部分的方网股美股都比港股低水 等会也会问Andy 如何看现在市场的情况 究竟是继续疯狂 还是大家要修炼一下呢? 大家有什么股票疑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借96133819 又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股票问题 我们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表现 续称公布的小飞龙ADPC型机构新增 公职位9月份回升到143000个 高过市场预期价 卖美股星期三先跌后回稳 道指低开之后曾经跌188点 收市到升39点 报42196点 标指曾经跌0.6% 收市升不够1点 报5709点 纳资微升14点 报17925点 就业数据出楼之后 利率期货显示 11月减息0.25厘的机率 追身升到6.3% 减息半厘的机率回落到3.7% 美国长借息回升 美汇指数从101关口 而日本新首相明言 日本央行不适而再加息 日元汇价一度跌了2% 而憧憬中国经济加速 澳元汇价一度升大约0.5% 中东局势紧张之下 其有价格曾经超高超过3% 明天之后升幅显著收窄 焦点美股 Tesla今年首季的电动车负运量 增加6.4% 但略差过市场预期 拖累到Tesla 股价跌了3.5% 而商界有大行调低iPhone的负运量 预测 苹果曾经跌超过1% 收市倒升0.3% NVIDIA股价升1.6% 微软跌0.8% 另外Nike上季的收入下降一成 并且撤回全年的销售指引 拖累到股价跌6.8% 中概股继续有资金流入 富途和拼多多升近5% 看看其他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京东比港股跌6% 百度跌3% 阿里巴巴跌2.8% 至算报111.84% 腾讯和美团比港股收市升0.2% 腾讯至算报470.91% 美团至算报197.57% 网易亦升近1% 友邦ADR给本港收市升近1% 匯控微升0.1% 港交所升0.6% 比亚迪跌大约1% 为小里跌超过4%至近6% 接着看看今早外围的市况 美股期货方面暂时执幅偏远 导致期货42,496点跌14点 至于亚太区股市大致向好 其中日本股市升幅2% 日经平均指数率38,553点 升744点 而澳洲股市方面 澳洲市升0.05% 新西兰市升幅1% 再看看恒指黑旗的表现 暂时轻轻偏远 跌近30多点 先和Andy谈谈外围的市况 美国昨天公布了一个小飞龙数据 看到回稳 减轻了经济衰退的幼女 当然大家最等待的是星期五 飞龙数据 再判断究竟是否还会大手减息 如果想说焦点一定是去到近期中资股 我想大家应该有个惊喜 就是看到港股爆升之后 今年内其实已经跑赢了美股 恒指、科指、国指的升幅 如果截止到昨天收市 就是超过3.1%到3.9% 美股三大指数 今年都只是说升超过1.1%到1.9% 我们当然要问问Andy 美股10月第四季有走势 因为大家最关心的是 究竟资金会不会继续流向中港股 另外一件事 就是最近中东局势又恶化了 好像投资者是否会倾向避险些呢 另外也有看到资金流向的数据 虽然美股是创新高 但其实多了新资金 是流向美国的货币市场基金 Andy 你自己怎么看 美股是否高位都要休息呢 那一个回调压力 会不会比之前预期大呢 其实因为始终今年 即第四季 大家无论你现在炒什么市场 最重要 你那个市场只要是 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很有关系的交易市场 我相信大家都会看实 究竟11月美国大选 这个不明朗因素 一定是其中一点的了 因为其实我相信 现在很多市场现在都变高位了 那变了大家都会去看 究竟如果特朗普上场 是否真的会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关税问题那些 但是最近 如果你说整体第四季 宏观上面这个不明朗因素 大家一定会看的了 第二个 暂时大家好像有些新闻发酵 有些比较外资的人 可能留意多一点 就是觉得 中东那边 不知道是否有少少想似 失控那些情况 是的 所以 我猜这个就要看事态发展 是的 现在因为最近 过去这一个星期 中国那边很多消息 很多利好的政策 符合我们之前 由年初去说 港股有机会 就算看到两万二都不出奇 那些情况 但是正因为这个时间 来得比我预期之中 早一点 就是9月突然一预认出来 那 简单来说 其实外资用了少少时间 去了解这个消息 然后再怎么去憧憬这个消息 正因为有憧憬这两个字 我猜大家都已经有感受 现在已经开始炒定 一些政策都未完全明确落地 就已经炒定的一些题材 简单来说 这个都开始成为了一个 第四季的不明朗因素 那这个不明朗因素 就是来自于究竟 因为现在的资产价格 又炒了这一样东西 那就要去看 究竟中国的经济数据 究竟去到第四季 例如十一黄金周之后 究竟那个消费的力是如何呢 你出了这么多类似消费的支持底下 那究竟去到年尾 甚至因为年尾 就大家当是农历新年之前 这段时间 究竟房地产的数据 是不是又真的好了呢 是的 那这些呢 就会成为了 第四季多了的不明朗因素 因为突然要验证这件事 是的 不是说一定是不好 只不过突然多了一样东西 要去验证 整个环球的股市 因为大家会看到 环球的资产价格 除了你说股市之外 那其实曾经有段 就是这个几星期 铁矿石的价格 銅价 甚至澳市 这些都曾经炒过一段时间 就是炒中国的憧憬 那变了就要留意下这些会不会成为了 究竟11月的时候会不会成为了一些回吐的风险 就是暂时看到的东西 就突然是多了少少未来要验证的事 嗯 所以就是暂时的外围 可能都要先看定些 你之前就说 可能美股的话 趁调整都是吸纳 但是这个看法也是不变的 以及如果今次说 如果吸纳 要不要比之前保守一些 等再低一些 嗯 我暂时对美股的看法也是照舊的 都是继续逢低吸纳的 那除了 除非突然刚才提到 有什么事突然发生 否则这个看法是没有变的 是的 那因为其实在上一次的业绩期 那 其实美股的指引 那些前瞻性的指引 那些绩绩的指引 其实不算太乐观的 那所以呢 其实是有个期望是低了 所以你都见这段时间 美股是比较低的 那另外 那就是 刚才你也提到 就是其实这段时间 美国的经济数据 整体来说 是对比8月的时候 那些鬼股 就完全是相对平淡一点的 就是觉得 只是有经济放缓 稳稳地放缓 没什么特别大问题的 那我估计这一刻 都暂时是没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改动 那所以 在这个的角度下 我觉得 就是你说短线每次回调 大概3-5% 可能是一个短线的 一个参考吸纳的位置 但是你说中线 8-12% 这个看法 我估计这几年一向 都是类似这样说的 那所以 不会特别变 就是暂时 都是这样去看着先 只不过会见到 板块轮动上面 就暂时 科技股 那些 就真的 没有那么多钱 去追逐着的 反而是其他的题材 就是会见到 一些板块的题材 就比较 要冲了上去 那些这样 就好 inspections 这边 不可以 调出来 行 反而 一 是 小